民進黨在整個能源的政策上犯了很多的錯誤 尤其不缺電確實沒有做到 非和家園也做不到 所以我上任總統的政策最重要的 就是要讓民生跟我們的產業用電不缺電 這當然合一廠只要經過專家的評估 在安全無疑我就會再度的啟用 我會用這樣的態度面對我們的能源政策 台電說你卡乾式儲存槽好像有點矛盾 台電說乾式儲存槽好像有點矛盾 乾式儲存槽我最主要的一個表態 就是希望在合匯料的儲存上 中央的責責一定要保證不要永久儲存在新北市 市長那賴清德他一邊說反服貌 但一邊有享受這個ECFA帶來的利益 是不是也很矛盾 蔡英文曾經說過 ECFA是一個糖衣毒藥 結果呢ECFA在這幾年造成兩岸有利 經濟往來 蔡政府也沒有停過啊 所以今天在台的ECFA跟胡茂 不要自己打自己人的臉 這是自消矛盾的 市長之前有批評柯文哲八年都沒有蓋成新捷運 然後黃珊珊就說您過喉拆橋 然後柯文哲早上剛剛受訪的時候也說 萬大縣跟東環縣很多新北段都是台北市政府蓋的 我要在這裡謝謝台北市政府的公務單位 這麼多年來都在新北市蓋結院 新北市的結院大部分都是台北市的公務局來幫我們蓋的 那台北市有沒有結院完成事實就是事實 市長怎麼看昨天這個馬前總統說 你的民調名列前茅 這是對你的期許嗎 還是覺得還有別的含義 馬中統一直對我非常的鼓勵 我們會堅定自己的步伐 努力的往前走 最後一定不會辜負大家的期待 贏回中華民國 2022世對中華民國非常的重要 所以我們一定會團結在中華民國的旗幟底下 一起共同的面對 會帶最近猛攻兩岸台是要爭取聲明 支持跟民黨做虛擾 兩岸和平的穩定 不是我們全國人民的期待嗎 這也是我們為政者要負起責任 讓我們的國家能夠和平永續繁榮的安定 那今天會議屆還是說呢 你跟韓國瑜的互動沒有很熱絡 然後有沒有一點分析說 你是想要向韓國瑜道歉 但只是榮兵的起點 而非大和解 最近還會再請你韓國瑜 還有一點看到 今晚了 你還是跟韓國瑜的長篇 你還是看啦 你還是看啦 我相信還會不會 你們自己想要來 你們自己的地方